在創辦人潘鄭裕 宜蘭市長江聰淵 副議長陳漢忠 以及委會貴賓共同主持下 柏拉圖富康之家正式啟用 ㄎㄧㄧㄧㄥ 開起來 好 還想起來 那很多邊緣地區的都是低收的 而且住邊緣地區的 他們並沒有生病的權利 一旦生了病下來看醫 那個車層很遠 那如果說他們既又是低收 又有身心障礙的問題 那我們在宜蘭市區裡面 成立一個機構收容他們 讓他們在就醫更方便 而且也讓這些低收入戶者 他們的再工作的人 沒有後顧之憂 全新投入工作 讓我們社區有更多的生產力 我們看到很多需要關懷的這些夥伴們 如果沒有一個很安適 很舒適的地方來照料 會讓我們的親人感到不捨 所以我們看到有這麼好的一個環境 這麼好的空間 裡面也有娛樂教育的 相關的課程在裡面 也有很好的場域空間 這個真的是宜蘭獨有的一個 照護的一個場域 成為生臟家屬之後 我非常在乎 生臟或是老長者這一塊 在未來的台灣如何被友善的對待 那特別在生臟家屬裡面 所謂的住宿或教養或養護這件事情 都是每一位家屬心中是Tom 我願意這一次來參與 整個柏拉圖自由的設立 然後來參與到這個柏拉圖自由 是希望柏拉圖這個機構裡面 能夠真正的把 能夠就是為了身心障礙者的一個 友善這件事持續的努力 過湯之家裡面有專業教室 以及健身和復健器材 而且都有志工和職能治療師陪同使用 讓每一個人都受到全人化專業的關照 心清澈悠揚 愛心無緣無業 讚 藝人雄文記者 賴福星採訪報導